說到行馬,我們現在就來看地埔的價格 對近年代開始,世家豬肉菜也煎了後 再來,地埔的經驗量因爲不會有經驗市場的訴求 而造成說地埔的價格是越去越遠 尤其現在中秋節將會搞落 最近地埔的打賣價格就來到每百公斤七千多元 對此,南道館馬拼市場就表示 將會配合農委會進市前最大的努力 大家幾次就地埔介紹 自中國今年年代開始,雖然在那兒肯肉菜已經以後 再來,地埔共營業因爲不夠市場的訴求 造成地埔越起越遠 打賣價格已經來到每百公斤七千塊七千二百塊中間 國內的毛豬供給跟需求量有些失衡 所以今年年初以來,除了大概在四、五月有一小段 租價稍微回到每百公斤六千多七千 但是因為長期的毛豬的供給量 還是不足以供應我們國內的需求 尤其中秋節準備來臨,地埔如果是台灣人 讓賣的基本食材 南道館肉品市場就表示 將會配合農委會的政策 都在維持在賣的利上價格 當然中秋節節到來 可能國人對於一個一個用肉 尤其是烤肉等等 一個需求量可能會為伏的增加 但是農委會有一個穩定住家的一個政策 所以供給跟需求 本公司也會盡最大的努力來維持一個住家的平穩 但是需求量請各位消費者可以放心 需求量、供給量絕對可以足以供應我們全縣 甚至全國的消費者一個需求 農三平文肖公司 總經理也表示 天氣漸漸轉冷 地下的失業會開始增加 所以市場的價格有可能會到達改善 但並市場也會繼續努力 萬助消費者的需求 記者節目上參報到